OK 上周末深圳又被三个小女生闹得天翻地覆 没错 拥有如此魔力的三个女生就是SHE 那么上周六他们带着自己的新专辑FMSHE来到了深圳做签售 那其实这张专辑早在今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发行了 两个月过去了 着实称得上是姗姗来迟 那么面对苦盼多日的媒体和粉丝三个小妮子 还是不忘把搞笑刷宝进行到底 一起来看看 有SHE的地方永远都不会缺少欢笑和惊讶 带着自己的最新专辑FMSHE来到深圳 又有这么多的粉丝前来捧场 三位小女生自然是心情大好 面对媒体的采访也是有问必答 滔滔不绝 当被问到三个人什么地方最性感的时候 三位小女生立刻开始互接老底 Celinda就爆料说Ella最性感的地方居然是腿 而且还是一位神秘的人物告诉她的 我觉得Ella的腿还蛮性感的 而且好像曾经有一位男朋友也有称赞过她的腿 是吗 有一位男朋友谁啊 你的男朋友到底还不会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对你腿 你的男朋友对你腿 然后说是她就是觉得 她交往后女生比你的腿最漂亮 谁啊 谁啊我怎么没笑 真的吗 她怎么说也是 哦 居然连另外两位都不知道 那果然是独家的披露 收一下 收一下 对 不一定要漏出来 而说起黑币最性感的地方 Celinda也是毫不留情 有话直说 她那个神秘的部分我觉得也很性感 对 是因为让人觉得 会让人想要一窥就近的那种特质 就是她其实有点像冰山美人 然后让人家想要去融化她的那种 那种神秘感 不是 她又是真的让你真的看不透的那种 那么Celinda最性感的部位呢 Celinda她的 她的身材 她的鼻骨很轻 对 她的特色 男起恋爱来我觉得也很性感 因为她很会撒娇 对 我觉得男人完全招架不住 不是男 不管男人女人 就连我们两姐妹 我们都受不了她爱撒娇的歌 那只要一撒娇 她说什么 什么都好 全部的人都说 好好好好 卡 Celinda撒娇果真这么厉害吗 观众朋友们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马上撒一个给大家瞧瞧 听得我骨头都酥了 如此古灵精怪的三位女生 走到哪里都会是关注的焦点 难怪SG出道七年依旧是人气之王 而在随后的专辑签证会上 数千名粉丝把现场围的是人山人海 SH和E亲切地为每位粉丝签名 并握手感谢 表现十分认真 虽然身为亚洲第一女子人气天团 SH早就习惯了签名签到手软的大场面 可是当天这么多热情爆棚的粉丝 也把三个小妮子忙得是通身是汗 Ella签着签着就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没想到却遭到了突然的袭击 看到了吧 Hebe和Selina居然左右加工 坐在中间的Ella 看来如果下一次Ella再被问到哪里最性感 她绝对会有新答案了